柳如烟婚礼当天气我而去 我果断换新娘 第二天她后悔求我 晚了 澄清当天 新娘由丞相府 嫡女柳如烟 换成了庶女柳元叔 只是因为杨文轩出了事 这样的事此前发生无数次 我给过柳如烟无数次机会 这次我不给了 于是我顺手推舟 当众挑了柳元叔的喜帕 后来柳如烟后悔了 说我才是她的良人 可惜太晚了 新婚当天 我发现新娘换了人 原本该是新娘的柳如烟 不见了踪影 我迎娶回来的是柳元叔 柳如烟的丫鬟秋莲告诉我 杨文轩出了事 她很快就会赶回来 叫我不要胜仗 我气急 今天我们大婚 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来了不少 连太子和长公主都出席了 柳如烟却因为杨文轩 直接撇下婚礼不顾 让柳元叔替嫁过来 杨文轩出事 她怎么可能出事 她所谓的事不过都是赢 柳如烟过去的不如留的把戏 偏柳如烟信的警 她会赶回来 什么时候赶回来 婚宴结束的时候嘛 杨文轩口口声声和我称兄道弟 实则我对杨文轩这人并不喜 只是我们是同窗 又是同乡 住书院的时候便分在了同一间房 我和柳如烟定亲后 柳如烟来书院找我 被杨文轩撞见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柳如烟怒狱流氓骚扰 杨文轩给赶跑了 从此以后 杨文轩就插在了我和柳如烟中间 只要我和柳如烟见面 杨文轩避在场 有时候我特意避开了杨文轩 杨文轩也总能找到理由 把柳如烟引走 我曾经想过这门亲事解除算了 但问起柳如烟 他每次都处处可怜地反问我 是不是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他可以改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若我退婚 他就只能去死了 母亲也非常希望我能尽快成亲 说这是父亲用命 给我证买的婚约 有了丞相府这门殷亲 我的仕途才能走得更顺畅 我想着成亲了 杨文轩应该就不会再影响我们了 也就没再想着解除婚约 哪里想到 新婚当天 杨文轩还能把柳如烟喊走 这我要还能忍下去 那我真诚乌龟王八蛋了 既然杨文轩如此重要 比和我成亲还重要 那我成全他便是 拜完堂后 我当着重宾客的面 挑起了喜帕 让所有人见证今日 我娶的新娘是丞相府述女柳元叔 并非敌女柳如烟 我看到宾客们的表情各异 显然都有些意外 新娘怎么和传言的不同 我双手握住柳元叔的手 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 我看着她郑重承诺道 所有宾客为我们做见证 自今日起 你柳元叔便是我李肖唯一的妻子 只要你不负我 我也定不负你 柳元叔听到我的话 慌乱的眼神闪过一丝诧异 而后便是欢喜 我听到他轻柔而又坚定地回道 我愿意 送柳元叔入洞房后 我就一直被宾客们拉着敬酒 如我所料 一直到宴席散去 传说中会赶回来的柳如烟 也并没有出现 我去了趟书房 把所有柳如烟当初送我的 小婉一二收拾好给了秋莲 姑爷 您这是做什么 您知道小姐秉信 小姐说会赶回来就会赶回来 您怎的如此沉不住气 小姐交代您不要声张 您却当众挑了喜怕 姑爷 您这是把小姐往外打了 秋莲一脸不满地看着我 仿佛柳如烟找人替嫁 还是我做错了 看 这就是我在柳如烟那里的地位 连一个小丫鬟都可以理所应当地指责我 不过今天也是情况特殊 我会替您在小姐面前说好话的 姑爷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小姐回来 至于这些东西 您还是好好收起来吧 小姐看您如此随意地对待她送的礼物 会不高兴的 秋莲还以为我今天的做派是行事所逼 又把东西给了我 听着秋莲的话 我觉得啼笑皆非 手一扬 就把东西都扔进了湖里 我准备回心房 这时管家来报 柳如烟和杨文勋来了 秋莲一听柳如烟来了 气焰再次嚣张起来 姑爷 好赖话我都说了 您不听 现在好了 您把小姐送的礼物都扔了 我看您怎么跟小姐交代 秋莲一溜小跑走了 看她那模样 我就知道她是告状去了 我交代管家去跟柳元叔说一声 这才慢条思理的过去 李兄 金儿个真是对不住 耽误了你和柳姑娘澄清 我给你赔不试 一进大堂 我还没开口说话 杨文轩就拱手作一 一脸诚恳地向我行了个大礼 杨大哥没事的 李霄一向宽宏大量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怎么会因为今天这点小事就影响 柳如烟大方地道 说完还看向我 李霄你说是不是 我点点头自然不影响 柳如烟扬起一个满意的笑容 我就说嘛 不过秋莲说 你把我送你的东西都扔狐里了 那我不管 你得都捡回来 不然我可不进你家门 杨文轩附和道 李兄 这确实是你的不识 柳姑娘是事出有因 你却是故意为之 你理应向柳姑娘道歉 看着柳如烟和杨文轩这个 时候都毫不收敛地眉来眼去 我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兄 你笑什么 杨文轩不解地问道 柳如烟有些不高兴了 挑着眉头道 李霄 你不会还在生气吧 我可没见过你这般小气的男人 若你当真不愿意剪 那就算了 左右都是些无用的玩意儿 不过你挑了树妹的喜帕 这我很生气 所以你要我回来 你必须再接亲一次 不行 我还没开口 就有人先我一步拒绝了 柳元叔穿着一身嫁衣来到我身边 声音轻柔却有力地再次拒绝道 李姐 我同相公以拜堂成亲 相公不可能再娶你了 你说呢 相公 我握住柳元叔的手 含笑点点头 是 姝儿已经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不会再去旁人了 柳如烟脸色变了变 而后又扬起温婉的笑容来 姝儿 我知道你轻慕李霄 不过李霄是你姐夫 是摆上钉钉的事 金儿个不过是我临时有事 这才叫你帮忙出嫁 你们这婚事不作数的 不幸 你回去问问爹娘 说着 柳如烟看向我 李霄 今天是我们大婚 说起来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去歇息吧 至于姝儿 就请杨大哥帮忙送回丞相府吧 姨娘还等着她回去呢 我注意到柳如烟的话音落下后 柳元叔的手下意识握了握拳 看来今天柳元叔会愿意替嫁 是柳如烟拿捏住了柳元叔的母亲 我握紧柳元叔的手 对柳如烟道 大一姐 今天的事 等回门的时候 我自会同岳父说起 至于现在 你们确实该回去了 我和姝儿就不送你们了 柳如烟眼眶红起来 李霄 你刚刚还说不影响的 你怎么出尔反尔 是不是柳元叔这个贱人勾引你了 说着 柳如烟就想动手打柳元叔 被我拦了下来 杨文轩安慰她 柳姑娘 李兄说的是气话 澄清是大事 李兄生气也难免 我看我先送你回府 有什么事等明日再说 柳如烟抬头看了看杨文轩 那就麻烦杨大哥了 看 还是杨文轩的话管用 明明今日的事 都是因为杨文轩引起的 可他轻飘飘两句话 就推到了我头上 完了 他还在我和柳如烟中间 做和示娃 而柳如烟呢 不依不饶了半天 还想打柳元叔 杨文轩一句话 就让柳如烟跟着走了 我放弃他是对的 第二日 丞相府果然派了人 过来传话 我问柳元叔 你确定嫁我了吗 若是不愿 我 自是愿意的 柳元叔不等我说完 便回应了 你可知 今日这一句 我等同于得罪了丞相府 你也会被你爹所记 柳元叔露出一个自嘲的笑容 没有你 爹也看不到我 与其将来 不知卖给谁做妾 能做相公你的妻子 我在知足不过 我信你 看着眼中 只有我一人的柳元叔 我打心底 生出一股欣喜 这是在柳如烟那里 从来没有 得到过的 只对我一人的重视 原来母亲说的 愿得一心人 是这种感觉 我告诉自己 将来无论贫富贵贱 我都不会辜负 今日柳元叔 坚定选择我的情谊 我带着柳元叔 前往丞相府 却被小厮 从侧面领着进府 到了前厅 柳元叔就被丫鬟 带去后院了 我则坐在厅里 等柳丞相 这一等 便是一炷香之酒 看着桌上冷却的茶水 我不要想到了 两年前 我上丞相府的情景 那一年 我刚到京城 遵循母亲的嘱咐 我带着信物 前往丞相府 想看看丞相府 还认不认 当初承诺的婚约 出乎我意料 已经位居 高位的柳丞相 对我很是客气 不仅好吃好喝的招待我 还愿意把自己 唯一的嫡女 柳如烟嫁给我 当时的我 只觉得受宠若惊 但现在 已经身在官场一年的 我在回想这件事 看到的东西就多了 当今皇后出自丞相府 是柳丞相的嫡亲妹妹 太子由皇后所出 柳丞相也是位高权重 可谓外妻势力强大 这让皇上颇为忌惮 适逢太子选妃 柳如烟 是最适合的太子妃人选 但这样一来 丞相府更处在 烈火烹游的窘境 恰巧我带着婚约出现 又是一介寒门 是解决丞相府危机的 不二人选 这才由我和柳如烟定亲 尽管当年 我只是一个举人 丞相府上下 都没有待慢我 而如今 我已入汉林做了编修 是皇上亲定的状元 又与丞相府结了亲 柳如烟还有错在先 柳丞相邀我入府商谈和 柳如烟的婚事 却处处冷待我 这倒也让我 看清了丞相府的意思 本来还有些忐忑的心情 刹那间平静下来 见柳丞相迟迟不来 我也不想再空等下去 便自去寻柳元书 却在后花园 看到了跪着的柳元书 柳元书边上还有一人 看年色 该是柳元书的小娘 我心中的怒火 一下子就生腾起来 我上前问候柳夫人 然后便直接扶起了柳元书 感谢夫人的养育之恩 是应该的 不过昨日你也累了 这般跪着你身子可吃不消 夫人大度 不会同你计较的 柳元书红着脸 被我扶起来 柳夫人不甚高兴 爱与脸面附和了我的话 也让柳元书的小娘起了身 柳夫人问我 等不住便寻了过来 柳夫人脸色有些尴尬 派人去寻柳丞相 领着我们往花厅去 柳丞相这才姗姗来迟 向我解释 临时被宫里叫了去 这才让我好等 酒杯交错间 柳丞相先是同我一往昔 说十五年前 和我父亲一同赶好 遇上发大水 幸得我父亲拼死相救 这才有两家的儿女亲事 这是缘分 又说他和柳夫人 就有如烟一个嫡女 捧在心间间上 从来不舍打骂 性子宠得骄纵了些 但从来不做出格的事 只是为人重情义 最后才说到 昨天柳如烟抛下婚礼 跑去见杨文轩 是出于报恩 毕竟杨文轩曾经救过柳如烟 但心里是向着我的 不想当个及时 这才叫柳元叔帮忙出嫁 至我生气是应当的 回来后柳如烟 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他和柳夫人都教训过了 希望我们两个 以后好好过日子 有他在 也会多提醒我 还说以后柳如烟 都不会再见杨文轩 叫我放心 至于柳元叔 年纪还小 他小娘还想多留两年 我听着柳丞相 软硬兼施的话 不做回答 只等他说完 问了一句 今日回门 怎么没见到大姨姐 柳丞相这才想起来 柳如烟并没有在席见 叫柳夫人把人带过来 柳夫人派身边的嬷嬷去喊人 但我注意到 她的脸色有意 猜想柳如烟此事 可能并不在府上 却没想到 柳丞相的打脸 会来得这么快 不好了 老爷夫人 大小姐落水了 柳丞相和柳夫人 豁然起身 我们一行人 跟着门人往外走 走到一半 柳丞相才发觉不对 落水了 怎么把我们往府外带 老爷 大小姐是在春景葫芦的水 杨公子派人来通知 此时马车应该到府外了 话音未落 府门外就传来动静 柳丞相脸色难看地赶到门外 但还是吃了一步 我并没有跟着人群上前 但还是清楚地看到 柳如烟全身湿透 被杨文轩抱在怀里 如今气温尚渴 衣衫单薄 那湿透了的衣衫贴在身上 柳如烟穿的小衣都清晰可见 柳丞相让门人 把围观的百姓赶走 又派嬷嬷们 把柳如烟带进后院 这才谢过杨文轩回了府里 杨文轩叫住了我 上前做衣道 李兄 柳姑娘落水是意外 希望你别责怪她 看着杨文轩故作关心 实则眼里藏不住的奸话 我平静地道 大姨姐的事 自伦不到我管 不过我该恭喜你才是 以后咱俩真要成兄弟了 杨文轩连连摆手 否认道 李兄慎言 柳姑娘名声要紧 是啊 姑娘家的名声要紧 可你杨文轩不就是要众目睽睽 搞坏柳如烟的名声吗 明知道今日柳丞相必会叫 我过来商谈和柳如烟的婚事 又提前把人引到了春景湖 那春景湖是什么地方 是喝酒听取的画房所在 最不缺的就是风流运势 在这种公子哥喜欢去的地方落水 高贵如丞相府嫡女也没什么用 柳如烟早就没什么名声可言了 如今柳如烟最好的出处 也就是嫁给杨文轩了 面对如此小人做派的杨文轩 我不屑再与他攀谈下去 不过我确实也有些好奇 日后柳如烟看清这人真面目后 会适合反应 回了丞相府 柳丞相把我叫到了书房 他开口就跟我说 昨天柳元叔替嫁的是作罢 等柳如烟醒来就让我带他回去 我拒绝了 柳丞相换了个话头 告诉我柳如烟还是让我带回去 至于柳元叔 我喜欢的话就拿他为妾 我直言我只认柳元叔做我的妻子 至于柳如烟 与外男牵扯不清 我怕李府面上无光 柳丞相被我的话气得脸色铁青 威胁我 只有我居柳如烟才能得到他的提携 否则就让我做一辈子的编修 我自然清楚他有这个能力 但我依然拒绝了 柳丞相宁可让我说了柳元叔做妾 也要把柳如烟嫁给我 这便说明他看穿了杨文轩的小动作 并不看好杨文轩的为人 不过柳如烟以丞相府嫡女为傲 却被区区一个杨文轩哄骗的坏了名声 他理应尝尝自己的愚蠢所带来的后果 柳丞相见我冥顽不灵 气得把我赶了出去 于是 今日回门便这般草草结束了 回府路上 我问柳元叔可有感到委屈 柳元叔摇摇头 看着我道 我知道你不会丢下我 所以我不难过 面对柳元叔的信任 我心里涌出澎湃的成就感 会被柳丞相打压又如何 我读了二十年圣贤书 面对强权威胁就把妻子放弃了 即便日后登上了高位 我也会唾弃自己的 果不出所料 回门日过后 京城里流传起了丞相府嫡女 柳如烟私回外南的风流运势 酒楼里说书的 戏班里唱戏的 那半真不假的故事 听起来引人入迷 连三岁志同都能学上两句 不得已 柳丞相放出话 柳如烟和杨文轩早有婚约 不日便会大婚 杨文轩虽说是我的同窗 不过他连举人都不是 如今还是个穷酸秀才 住在书院里靠给人写书信 卖字画谋生 是以杨文轩的聘礼和杨府住宅 都是柳丞相案里派人置办收拾的 大婚前一夜 柳如烟一身丫鬟打扮来府里找我 不过柳元叔就在边上看到我 就流泪 李霄 明日我便要同杨大哥成婚了 你当真能眼睁睁看着我嫁给别人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明明我已经赶回来了 我有些无奈 柳如烟怎么 总喜欢在成亲的时候折腾 叫我就直呼齐名 叫杨文轩就喊杨大哥 他的亲书远近再明了不过 再跑我面前来装情深有什么意思 我扶起坐着的柳元叔 故意把手放在他还没显怀的小腹上 大姨姐 你成亲是喜事 我和姝儿有孩儿了 也是喜事 双喜临门 我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柳如烟脸色惨白 好一会儿才放下狠话离开 李霄 你会后悔的 第二日 柳如烟和杨文轩大婚顺利举行 我作为联金参加了宴席 杨文轩同我一样 在拜堂后当众挑开了喜帕 柳如烟低头害羞的模样 哪里看得出不情愿 柳如烟的三日回门 丞相府办得隆重 杨文轩穿起了绫罗绸缎 夫妻二人耳并撕磨 好不恩爱 杨文轩私底下告诉我 柳丞相已经给他安排了好差事 下一次相识 他也定能中举 又问我 我在汉林院的位置 什么时候往上提提 柳如烟也来问我 可曾后悔拒绝娶他 如果我脾气没有那么大 那今日的风光就会属于我 面对着夫妻懒的炫耀讽刺 我一律平常心对待 眨眼一年过去 我和柳元叔的孩儿顺利降生 皇上加恩科 杨文轩也通过了相识 之后杨文轩有如神柱 连过会试 变试 成了新科探花 又在柳丞相的复制下 一进入汉林就成了视角 而曾经身为状元郎的我 则在编修的位置上连坐三年 见到杨文轩还需要行礼 杨文轩看我笑话 而柳如烟 他在笑音音的感谢当年 我的不取之恩 我知道我的处境越悲惨 他们就越高兴 但我没后悔过 柳如烟以为的幸福 不过是建立在他 丞相府嫡女的地位上 杨文轩的风光 是建立在柳丞相的富士上 我始终认为 靠自己走 路才踏实 柳如烟嫁给杨文轩的第三年 柳丞相牵扯进江南 盐厂贪污受贿案 丞相府被抄嫁 作为外嫁女的柳如烟和柳元叔 都逃过一劫 但身为殷亲 我也免不了被调查 而一直受柳丞相提携的杨文轩 却没什么事 反而还升了官职 成了市场学士 突然有一日 柳如烟跑来找我哭诉 说杨文轩不是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杨文轩算计他的 一切都是假的 柳丞相也是杨文轩害死的 他后悔嫁给杨文轩了 他的良人该是我 我强忍不耐听了半天 终于听明白了柳如烟的意思 没了丞相府撑腰后 杨文轩原形毕露 开始纳窃了 那的人正是柳如烟的 陪嫁丫鬟丘连 柳如烟不同意 争执间丘连摔倒在地 见红了 杨文轩动手打了他 还说了很多难听话 柳如烟这才知道 这两人早就暗度陈仓了 不仅仅是现在 早在我和柳如烟 定下婚约期间 杨文轩就勾搭上了丘连 正因为有丘连的理应外合 当初杨文轩才能救美成功 才能次次把柳如烟 从我身边引走 而柳丞相的贪污受贿案 也是有人查出了江南四眼案 太子不想被牵连 就受益杨文轩 把罪名定在柳丞相头上 柳丞相为了柳如烟的 后半生幸福 这才全部认罪 看着哭哭啼啼 好不悲惨的柳如烟 我叹息一声 当初柳元书回门日 柳丞相专门为了 柳如烟的婚事找我 不惜威逼利诱 可惜柳如烟愚蠢枯至极 轻信杨文轩不说 还毁掉了自己的名声 如若不然 即便与我婚事不成 以他的身份也能嫁个好人家 现在落的这样一个下场 说到底多时就由自取 见我没有表示 柳如烟泪眼婆娑地抬头 李狼 你救救我可好 那个狼窝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摇摇头 大姨姐 你是是讲学士夫人 我不过小小编修 实在无能为力 不 你有的 你去跟杨文轩说 你对我恋恋不忘 杨文轩说不定就觉得 我和你偶断丝连 给我一纸修书 我就能离开杨府了 听到柳如烟的话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这哪是恨杨文轩 分明是见不得我好啊 杨文轩是十足的小人 见不得我比他强上一心半点 当初我同柳如烟定亲 又重状元入汉林 这些都被杨文轩记恨着 一直到现在 杨文轩都时常给我穿小鞋 要是杨文轩知道 我和柳如烟有关系 等待柳如烟的 不会是修书 但我就会有麻烦了 为了一个柳如烟 我何必呢 柳如烟绝望地回去了 但我知道她不会有事 毕竟皇后 还是柳如烟的亲姑母 有这层关系在 柳如烟就还有利用价值 杨文轩就不会真的费弃她 不过我确实有麻烦了 西北小县城 罗承气候恶劣 百姓实不果父 太子敬言 说我当初三元吉地 是难得的人才 这几年一直待在 边修的位置上大才小用 派我去治理罗承 也许会有效果 皇上听进去了 圣旨下来 我只能带上妻儿老小前往罗承 我问柳元叔 后不后会跟我 也许这一句就是一辈子 柳元叔摇摇头 从未 我很感动 有妻如此夫妇何求 带着这种心情 我踏上了罗承的任命之路 此后 我带领罗承百姓 种植药材和水果 借由边境贸易发展罗承 罗承慢慢由一个 偏远落后的小 县城成了远近文明的附属之地 三年后 我因正极优异 要往京城任户部侍郎 而杨文轩也已经成为礼部侍郎 再次见面 杨文轩发福得厉害 而坐在他身边的人 也并非柳如烟 而是丘连 我压抑 杨文轩宠千灭妻 竟坐得如此光明正大 肆无忌惮 太子虽未尚未 但和柳如烟毕竟是表兄妹 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 如今杨文轩如此嚣张 可见和太子关系不一般 杨文轩阴阳怪气夸我有手段 去罗承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都能翻身 我不以为意 提了一句礼部侍郎该以身作则 宠千灭妻要不得 这句话顿时就让杨文轩变了脸 掀翻了桌子揪着我骂不要脸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惦记他妻子 不过可惜 柳如烟已经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了 说完 杨文轩就哈哈大笑 搂着秋连走了 看着如此放浪心海的杨文轩 我着实厌恶 听到柳如烟快不行了 我便让柳元叔过去看看 毕竟亲姐妹一场 知道了还是要送一下 不过回来后 柳元叔带给我一封柳如烟的信 告诉我柳如烟还有救 但确实不能脱了 我打开信 原来信封里装的是柳如烟 这些年收集的 关于杨文轩犯罪的证据 这份证据递交上去 杨文轩铁定死刑 但牵扯其中的还有太子 太子已经儿立之年 皇上身体却还康健 太子等不了 暗中谋化驳位 这是处理不好 我们一家老小都得搭里面 但我最后还是决定搏一搏 杨文轩和太子关系密切 当初一句话 是我的还不知道有什么 我不怕得罪杨文轩 但我要为柳元叔和孩子们考虑 于是我找上了二皇子 二皇子的人举报考场舞弊 皇上震怒 下令彻查 结果二皇子的人从事案人员 在账本中找到了杨文轩的名字 杨文轩从当年的乡市到会市 都买通了考场人员 由此又牵扯出了 当初柳丞相的贪污受贿案 这一次 没有柳丞相做替罪羊 杨文轩就成了那个替罪羊 但柳如烟查到的 关于杨文轩的证据 交到二皇子手上后 就扯出了杨文轩身后的太子 太子谋逆事关重大 皇上没有马上定罪 但太子做贼心虚 连夜逼宫 反倒坐实了罪证 最后太子被处死 皇后被废 杨文轩也被抄家问产 柳如烟本来作为家属 会被送入教司方 好在他提供了杨文轩犯罪的证据 倒是免除了成为官绩的命运 柳如烟来找我 一是感谢我救了他 二是说他怀孕了 希望我能收留他 看在孩子的面上 我把西南角收拾出来给他住 这里远离大门 旁人轻易不会过来 他可安心养胎 他住进西南角之后 便再没出来 我也就没再关注 没想到某一天 我当职的时候 府里来报 柳如烟流产了 我赶回府中 大夫已经离开了 柳如烟还在昏睡 柳元叔眼眶通红地坐在厅里 我询问柳元叔发生了何事 柳元叔艰难地开口 说是三儿撞倒了出来 散步的柳如烟 听完柳元叔的叙述 我稍稍松了口气 这整件事就是意外 三儿如今两岁 正是好动的年纪 前些天音语连绵 今日放晴 柳元叔便带着孩子 在花园里玩耍 而住进西南角的柳如烟 一直都没有出门 谁也没料到 他今日会突然出来散步 我安慰柳元叔 叫他不要放在心上 去看看孩子有没有吓到 柳元叔担忧地问我 柳如烟的孩子 说起来是我们害眉了 是不是要养他一辈子 我顿时就明白了 他担心的问题 他担心的不是 府里养柳如烟一辈子 而是我对柳如烟 旧情复燃 我一时间有些丧气 夫妻多年 我从没有过二心 柳元叔却会担心 成了寡妇的柳如烟 产生威胁 看来是我哪里 做得不够好 这才让他对我没有信心 不是的相公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什么 成亲七年 我这才听到藏 在柳元叔心里多年的秘密 九 柳元叔视角 九年前李郎上门的时候 我透过窗帘 对他惊鸿一瞥 当时我就想 将来我能嫁这样一个夫君 该有多好 虽然我也是丞相府千金 但跟身为嫡姐的柳如烟比起来 作为庶女的我 根本不入父亲的眼 母亲即和我的小娘勾引了父亲 却没想过 我小娘也是受害者 偏生小娘还生了我 我变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 我曾听到母亲和嫡姐说 我就是一个物件儿 若是需要用到我 就尽管使唤 若将来我无用了 就让我做成员外的石器房一娘 多少换点银子回来 我听说过这个成员外 比父亲年纪还大的一个老头 而母亲却说要拿我换钱 我不知道父亲知不知情 但我确定母亲是做得出来的 自此我每日寝室难安 知道父亲把嫡姐许配给了李郎 我是失望的 可是我不能争 我看到当时的李郎眼里只有嫡姐 哪怕嫡姐一次又一次爽约忽略了她 她都包容了 我就知道 这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如果我错过她 我会后悔一辈子 所以 当嫡姐拿小娘威胁我帮她出嫁的时候 我答应了 我有私心 我再赌 赌哪怕不能成为这个男人的妻子 成为她的妾室也好 至少一定比成为成员外的十七房姨娘好 我赌赢了 我成了李郎的妻子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叫她相公 李郎对我很好 哪怕为此得罪了父亲和嫡姐 也没有放弃我 可是嫡姐回来了 没了父亲 没了丈夫 又因为我没了孩子 嫡姐可以顺理成章地住在府里 我是姓李郎的 可是我不信自己 也不姓嫡姐 嫡姐真的能一辈子 轻轻寡欲地住在西南角吗 出乎我意料 嫡姐醒来后没有怪我 养好身体后 便跟李郎提出想经营铺子 问我们借了些钱 她经营了一家脂粉铺子 生意还不错 后来把钱还了我们之后 便从西南角搬了出去 李郎问我 这下可安心了 我有些羞愧 但确实安心多了 从小我都活在嫡姐的阴影下 连相公都是嫡姐不珍惜才轮到的我 我承认我小家子气 但离府里 只有我一个夫人就足够了 听到柳元叔吐露她内心多年的秘密后 我对她多了一份心疼 于是在柳如烟醒来后 便跟她商量 由府里出钱 帮她经营一份买卖 合适的时候 她搬出府去 其实柳元叔的担心不无道理 因为柳如烟并没有怀孕 她了解我的为人 知道我看她孤苦伶仃 一个人怀着孕 不会不管不顾 刚开始我并没有怀疑 也是柳如烟流产后去查才发现的 我本来不想揭穿她 但我的提议柳如烟并不愿意 骂我没有良心 她刚刚被我的孩子推流产 结果我不但没有愧疚之心 还要赶她出去 我应该为她的后半生负责 我这才把柳如烟的谎言拆穿了 毕竟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背上骇人的名头 柳如烟被我揭穿后 变心虚了 她说她是真的走投无路 才出此下策 杨文轩在外不知道树了多少地 造了多少孽 她没有靠山 家财又充公了 她一个人在外面 没办法活下来 然后又说 希望我能收了她 没有名费也行 只要做我的女人就可以 我拒绝了 我说当初给过她无数机会 她没有珍惜一次 现在我和她 就只能是妹夫和大姨姐的关系 如果我的提议不接受的话 那我就给她找户人家 由我出嫁妆 给她找个夫家 柳如烟骂我铁势心肠 她都这般近地求我了 我却一点不为所动 最后她骂累了 选择了我给的第一个方案 出府做买卖去了 刚开始她还害怕流言蜚语 后来银子到手就欢喜起来了 作为生来就是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千金小姐 她从未靠自己生活过 由我给她托底 她经营起铺子来倒是大胆许多 时间一久 反倒不再愿意听我的 不用我催 自己就搬出府 去铺子住着了 后来她跟裁缝铺的李师傅 看对了眼 给我送了一坛酒 但没邀请我参加婚宴 我觉得这样也好 柳如烟总该有自己的生活 我也顾不到她一辈子 她不想借我的事 我也就不会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一场替价 避数两姐妹的人生 短短几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真是世事难料 往后的年月里 我一步步走到了高位 但始终牢记柳如烟带给我的教训 我也同样告诫我的子孙们 珍惜当下 脚踏实地 于是 在我活着的时候 见到了我李家繁荣昌盛的景象 全文完